哈喽大家好,我是冰哥 美好的一天,从你新的旅途开始 方车小队呢,现在就要离开猴吞河公园 前往昌吉的小吃街停车场 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停车场的车辆相对比较少 我们呢,还要试试当地的特色美食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里 前往新的露营地 昌吉小吃街停车场 小吃街的停车场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上面有树荫 所以说今天呢,能很凉快 要不然的话,今天这里的温度啊,确实是特别的高 这个停车场啊,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安静 估计晚上人能躲 一会儿呢,去洗手间把水打满 因为这两天车里的水啊,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还可以去小吃街逛一逛,看看有什么特色小吃 来 连毛的大锅 在这儿趴着吧,连毛 我们主团去打水 看,这捅一个皮革捅它 那肯定是 不远的前面就是,还算是比较方便 小吃街的上午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 很,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很安静 而且这里面呢,都是这种仿古的仿古式的建筑 啊,小吃街欢迎您 这里啊,真的是各色的小吃都有 也挺有意思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这个小吃街的停车场 先干正事,打水 这就是卸主间 所以打回来了,眼泪够呛 酒哥还有一大桶 我去骑,你去骑啊,大家 啊,行 在自身车里跑过来 行行行 嗯 那今天晚上各种好吃的 都可以骑上阵了 有点多啊,有点多 万一也到了 到,到,到 一百五十五 可以吗 一百五十五不算 一百以下是不算 那就洗衣服 洗衣服洗菜 洗衣服洗菜 嗯,好嘞 这个水啊,是中水 一百五十五啊 一刚才测了一下 所以说,夜姐和九嫂啊 呃,在这修整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衣服 还有,早上换下来的从那被罩啊 通通都洗一洗 其实房车啊 不管是旅行还是生活 跟我们俱家 它都是一样的 夜姐她们洗完衣服 休息一会儿 握倒了 累了 好好休息一休息 然后晚上去小吃街转转 现在车内的温度呢 是三十度 还可以 得回上这块来了 要不然的话 在那边啊 会很热 来一个 凉茶 喝两口 还行 可以 嗯 好 这两口 慢点吃啊 阿彪我不给你抢 这个给阿彪一会儿 嘿嘿 你吃这个 握手 那个 今天下午啊 把所有的衣服 还有房车上的床单和被罩 全都洗好 然后呢 我们每个人呢 又好好的休息了 两个有时 刚刚呢 兵哥呢 又把年宝和小阿彪回宝 那么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就去小吃小吃街走起 弄点特色小吃 晚上呢 还得把欢乐的酒杯 端起来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钟 那么这个小吃街啊 也真的是特别的热闹 吃点啥 那就得到处去看一看 一会儿分头行动 喜欢吃点啥 咱就来点啥 我觉得我要跟您来一起走 跟我一起走啊 跟我一起走啊 那我 依然是我带着你 你带着钱 你带着钱 我带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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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斤 200斤 我带着钱 撑一下 40 我带着钱 好嘞 来点这个 50块钱是吧 好 来50块钱行 放一个羊 羊拐了筋 还有炸的虾 咋呀 买了大概六七个菜 丁哥先回去 给他们把桌子准备好 这里有碗吗 好几个菜的 半夜起来捡吧 半夜起来捡 那你喝了酒了 一会哭呀 我们弄了几个小菜回来 都是具有当地特色的 当然了 花生猫豆不是啊 羊肉串 还有它的很多 用微海的话 叫炸甩放到一起的 然后呢 这是羊的 就是拐筋那块 这还有一个也是特色的炒的 我不知道是啥 这是凉皮 然后呢 这还有一道海鲜 是香辣虾 海盗小开口的凉菜 先尝尝香辣虾 昨晚能吃盛子 吃完盛子咱们别睡觉 走一走去 依然举起我们的欢乐酒瓶 来吧 走吧 来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丁哥这期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因为明天呢 我们还要继续出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